大家早上好 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我们把昨天下午的内容再过一遍 OK 昨天下午我们从专题五开始 关于代理 代理的话 告诉我 代理代理的是什么行为 明示法律行为 OK 有两种行为不可以代理 就两种情形 第一个是具有什么性质 人生性质的行为不得代理 比如说遗嘱不可以代理 结婚不可以代理 收养不可以代理 这是关于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法律规定 或者是当事人约定 应当由当事人本人实施的 也不得代理 对吧 比如说授课演唱等等 都不属于代理的放置口 这是关于第一个考点 那第二个考点是关于代理权的滥用 有三种情形属于代理权的滥用 这三种分别是 第一个是自己代理 第二个是双方代理 第三个是代人和相对人恶意创通 好 自己代理和双方代理法律效力如何 效力待定 代人和第三人恶意创通 那是无效的 这是关于专题五 专题六是关于诉讼时效 有七种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 这七种请求权分别是 第一个是 请求停止侵害 排除妨碍 消除危险 第二个是 不动产物权或者是登记的动产物权的权利人请求返还财产 第三个是请求支付三费对吧 第四个是请求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 第五个是对付国债金融债券以及向不可定对象发行的企业债券 第六个是基于什么 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支付 OK 第七是其他 好 用一句话告诉我 什么原因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断 当事人积极主张 什么原因引起诉讼时效的中止 当事人无法主张 OK 告诉我普通的诉讼时效期间和特殊的诉讼时效期间可不可以中断可不可以中止 可以可不可以延长 不可以啊 可以延长的诉讼时效期间只有一个 那就是最长的诉讼时效期间 好 这是关于第一遍的内容 民法总则 后面两章 那接下来是关于第二遍的内容 人生权法 专题期 关于人格权 人格权 我们究竟学了多少种人格权 OK 不看简易 告诉我 第一个是什么 生命权 健康权 和身体权 第二个是 姓名权 和名称权 第三个是 肖线权 第四 名誉权 第五 隐私权 第六 荣誉权 第七 个人信息权 好 请告诉 签发 注意一下 签发肖线权 有两个构成要件 这两个构成要件 分别是第一个是 擅自使用他人的肖线 第二个是 也引力为目的 签发名誉权 有三个构成要件 分别是第一个是 有什么行为 侮辱和诽谤行为 第二 侮辱和诽谤行为 指向特定的人 第三 侮辱和诽谤行为 为第三人所知悉 而且造成受害者 社会评价的降低 这是侵犯 名誉权的行为 隐私权是 一次性的权利 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是关于 一般人格权 一般人格权 民法种子的规定就是 只有谁才可以享有 自然人 人生自由和人格尊严 一般人格权 这是关于第二边 第三边的内容是关于物权法 专题八 物权法的概述 两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 那就是关于物权法的基本原则 有四个分别是 第一个是 平等保护原则 第二个是 物权课题特定原则 第三个是 物权法定原则 第四个是 公式公信原则 去年考试分析 新增了一个叫做 物权课题特定原则 第二个考点 是关于 返还原物请求权 两个构成要件 第二个构成要件是 请求权人 是 物权人 第二个构成要件 被请求人 是 现在的 物权占有人 好 专题9 关于物权变动 物权变动分为 非基于法律 循环的物权变动 和基于法律 行为的物权变动 非基于法律 行为的物权变动 昨天我们复习了三个 第一个是 生效法律文书 征收决定 好 这个生效法律文书 主要是哪一种 才可以直接发生 物权变动 形成宿权 对吧 好 这里主要是在记 如果这种生效法律文书 是分割共有的 不动场或动场 而且改变原有的 物权关系的 这个时候在判决生效时 直接发生物权变动 如果是给付判决的话 判决生效时 发生物权变动 没有 没有 不动场需要登记 动场需要交付 如果是确认判决的话 有没有发生物权变动 没有 好 这是关于生效法律文书 征收决定 第二个是 物权法249条单 法定继承 第三个是 合法建造房屋和 拆除房屋 这都属于非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 那么基于法律行为的 物权变动分为 不动场和动场 如果是不动场的话 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叫 折中主义 合同家登记 合同家登记 有三种不动场 物权分别是 第一个是 建设用地使用 第二个是 房屋所有 第三个是 不动场 抵押权 OK 如果是一丝主义的话 有两个 第一个是 第一权 第二个是 土地承包 经营权 请告诉我 土地承包 经营权 设立的时候 可不可以对抗 善意的 第三人 没有登记 可以 但是转样的时候 未经登记 不可以对抗善意的 第三人 好 关于基于法律行为的 动场 物权变动 那就是合同家 交付 交付有两个个 个性要件 第一个个性要件 要移转 占有 第二个过程要件 必须有交付的 合影 好 关于交付的种类 有第一 现实交付 第二 观念交付 观念交付 有三个分别是 第一个是 简易交付 第二个是 指示交付 第三个是 占有改定 好 接下来 关于登记 关于登记 有四种登记 分别是 第一个交 变动登记 第二交 更正登记 第三 页夜登记 第四 预告登记 好 页夜登记 必须在多长时间内 起诉 15天 如果在15天内 不起诉的话 页夜登记 失效 好 预告登记 有一句话 非常重要 未经预告登记 全联同意 固分该不动场的 不发生 物权效率 两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 不发生 物权效率 可以发生 债的效率 第二个考点 固分 包括四种情形 才叫固分 这四种情形 分别是 第一个是 遗转不动场的 所有权 第二个是 设定 建设用地 使用权 第三个是设定 第一权 第四个是设定 抵押权 好 这是关于登记 那接下来 是关于所有权 第十个专题 所有权的话 包括原始取得 和既受取得 好 原始取得 有以下六种情形 分别是 第一个是 生产 第二个是 先战 第三 天赋 第四 实得遗事物 第五 实得漂流物 发现 埋藏物 或者是隐藏物 第六 善业取得 好 既受取得 有四个分别是 买卖 户业 赠业 既存 或者是 遗赠 OK 善与取得的构成要件 如果是不动产 有四个构成要件 分别是 第一个构成要件 让人是 什么处分 无权处分 而且具有权力 外观 第二个是 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 一定是 善意的 善意有两个构成要件 第一个构成要件是 不知情 第二个构成要件是 没有重大果实 第三 必须以合理的价格 受让 受为合理的价格是 不低于市场价的 百分之七十 不高于市场价的 百分之三十 最后必须要完成登记过户 好 动场 散业取得有五个构成要件 分别是 第一个构成要件是 占有 伪特务 三种物 不是用散业取得分别是 第一个山 占有车里 我第二个山 货币 第三山 禁止流通物 第二 让人是 什么处分 无权处分 第三 必须是 善意 第四 也合理的价格 受压 第五 一定要完成交付 交付包括 现实交付 简易交付 指示交付 就是不包括 占有改定 好 关于不能散业取得的 两种情形 第一 合同无效 能不能散业取得 不能 第二 合同被撤销 能不能散业取得 不能 这是关于物权法解释 二十一条 昨天那个案例 一定要记住 好 接下来是关于 一失误 不适用散业取得 大家都懂 好 两种共有的比较 一个是暗分共有 一个是共同共有 如果是暗分共有的话 关于暗分共有的处分 以及重大修缩 第一步 有约定 按约定 第二步 没有约定 必须经过什么的 三分之二 分额的三分之二 好 接下来是共同共有 第一步 有约定 按约定 没有约定 必须经过 全体共同共有的 同意 好 关于共有物的分割 第一步 如果约定不得分割的 可不可以分割 不可以 除非有重大理由 如果没有约定的 这个时候 按分共人 可以随时请求分割 但是共同共人 可不可以随时请求分割 不可以 共同共人 在什么情况下 可以要求分割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 共有的基础关系 散事 第二个是 重大理由 什么叫做重大理由 有两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 转移财产 第二种情形是 有并不给制 这是关于共有 好 按分共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 那是去年新增的考点 那么按分共人的优先购买权制度 第一个构权要件 必须是对外 对外 而且是转移 第二个必须是什么条件 同等条件 第三 必须在约定或者是法定的期间内行使 这是关于按分共人的优先购买权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顾一下用意物权 用意物权重点掌握两个 第一个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在什么时候设定 合同生肖时设定 未经登记可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可以 如果土地承包经营权转样的话 未经登记可不可以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不可以 好 关于地权在什么时候设定 合同生肖时设定 第一权有一个信 叫做什么信 从属信 好 就这么简单 好 OK 这是昨天下午所讲的内容 我们开始今天上午的内容 整个物权法最难的内容 在专题12 担保物权 担保物权最重要的内容 那就是关于抵押权 抵押权被称之为担保之王 把抵押权搞定 基本上其他的两个 治权和流治权比较简单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关于担保物权的课证 这个考点很奇怪 这个考点 考担保物权的特征 居然在案例分析题 曾经出现过这样子一个考点 对吧 好 关于担保物权的特征 重点掌握 第二四个特征 好 我们先看一下 第一个特征 担保物权具有优先受场性 大家都懂 如果是两个债 你的债是普通债权 而别的债是具有担保物权 担保的 这个时候谁更优先 担保物权更优先 这没啥好说 第二 重属性 注意 担保物权 重属于债权 而不是重属于债务 这句话是有意义的 担保物权 重属于债权 而不是重属于债务 意思就是说 如果债权转样 担保物权随之转样 但是如果债务存单 就是债务转人的话 担保物权是否随之一转 不随之一转 必须要经过担保物权人的 什么同意 书面同意 后面会解释到这个问题 好 这是关于第二个特征 第三 不可分析 对于不可分析的话 我们看一下 下面这个小案例就行了 好 比如说这两个家伙 共有一套房屋 对吧 价值是3000万 该房屋被抵押给 工商银行借款1000万元 好 请告诉我 它是用一成来抵押 还是用整栋房子来抵押 用整栋房子来抵押 只要它是用整栋房子来抵押 我不管它怎么分 不管它怎么分 也不管它剩余多少钱 都对整栋房屋 想有什么钱 抵押权 比如说 借了1000万 还了800万 或者是还了950万 剩下50万没有还 告诉我 银行可不可以就该物行使抵押权 可不可以 可以 担保物权 只要不可分析 这是第一步 如果已经偿还借款800万 则债权人工商银行 仍然对两层楼房 享有抵押权 那第二步 如果这两个人分割房屋 那么 其中一个人取得一层的索权 另外一个人取得二层的索权 则工商银行 仍然对整栋房屋 享有什么 抵押权 因为在抵押的时候 是就什么来抵押 整栋房屋来抵押的 这是基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析 好看一下 第四 关于物上带卫性 对于物上带卫性的话 曾经考过选择题 也接触过案例 分析题 究竟是啥意思 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一下子很多人反应不过来而已 我举个例子 我现银行借钱借个一千万 我是招务人 银行是债权人 现在银行跟我说 硕哥 你要提供抵押 我说先没问题 我在北京要好几套房子 对不对 我将其中一套房子 给银行设立个抵押权 好了 这套房子 我在保险公司买了一个保险 好 假设 这套房子 因为火灾回损灭市的保险公司 赔我800万 我拿着这800万的现金 请告诉我 银行可不可以优先收场 保险公司赔我800万的保险金 那么这800万的保险金 是这个担保物的物上代位物 明白我意思没有 那这800万的现金 是属于物上代位的物物的话 因为抵押权人银行 对房屋 享有抵押权 因此基于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 对这800万的保险金 仍然享有抵押权 可不可以优先收场 可以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对于保险金 赔产金 或者是不传金 都可以优先收场 赔产金是啥意思 我的房子 假同学一看 说个你的房子太漂亮了 对吧 因此开着推土机 把我的房子给 推了 对吧 这个时候他要赔我800万 因此在这800万的范围内 银行可不可以优先收场 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明白没有 那啥叫补传金 我的房子被国家征收了 OK 国家给我1000万 这个时候 有没有优先收场 可以 都可以 没有问题 明白意思没有 就三个意思 OK 看一下 物权法174条规定 担保期间 担保财产回水灭食 或者是被征收的 担保物权可以就获得的保险金 赔产金 或者是补传金 优先收场 被担保债权的旅行期间 没有借满的 也可以提出应该保险金 赔产金 或者是补传金 好 这是关于物权代位性 那接下来 关于抵押权的设立和效率 对于抵押权的设立的话 首先第一个考点是关于抵押财产 好 我们看一下抵押财产 原则上 社会上的很多财产都可以设立抵押权 但是有下列情形 不能设立抵押权 要简单回顾一下 第一 土地的时候 全不能设立抵押权 土地的时候 全人只有两个人 第一个是国家 第二个是集体 因此他们两个人是不能够拿土地的所有权来抵押 那第二 耕地 宅基地 自留地 自留商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全部的抵押 不得抵押 好 看一下第三 学校幼儿园 医院等以工业为目的的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的教育设施 一定是什么设施 教育设施和医疗卫生设施 这是第一个考点 第二个考点必须是事业单位 或者是什么 社会团体 如果是某个私立机构的教育机构 比如说新东方 用他的教育设施来抵押 可不可以 可以 没有问题 对不对 要注意一下 那接下来 第四 使用权 使用权不明 或者是有争议的财产 不得抵押 第一 依法被查封扣押的监管的财产 也不得抵押 OK 这是关于不得抵押的财产 注意一下选择体就行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标注 不动场抵押权的标注有以下 那动场抵押权的标注也有以下 这都比较简单 建筑和其土地附着物 建设用地使用权 以招标拍卖 公开协商的方式 取得的荒地等土地存保金权 正在建造的建筑 都可以设立不动场抵押权 那不动场抵押权的设立 我们都已经讲过 都特别简单 一定要记住 必须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 再加上什么 抵押登记 未经登记 不能设立抵押权 明白没有 不动场抵押权 好 那么接下来 我重点给大家回顾一下 关于反第一体主义的两个制度 第一个制度叫一体抵押 又叫反随地主 地随反走 第二个制度叫一体抵押 究竟是啥意思 先看第一个制度 OK 听 第一个制度 反随地走地随反走 究竟是啥意思 我在北京有块建设用地使用权 上面有套别墅 好了 这块地上已经有一块 有一套别墅了 然后呢 我现在没钱花了 我拿这套别墅追 我仅仅是拿这套别墅 向银行借钱 借个八百万 因此我跟银行签订一个抵押合同 然后去防管局进行抵押登记 当我去防管局进行抵押登记的时候 仅仅是用 房屋来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在设立抵押权登记的时候仅仅是用房屋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没有用土地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给银行设立抵押权 请告诉银行的抵押权的标的的范围是否包括土地 包括 因为这块地上有房子没有 有了 有了房子之后 如果你将地来抵押 那么就是给予房屋的授权 如果你仅仅将房屋的授权抵押 也给予什么 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叫防水地走 地随防走 明白了吧 当时有前提 防水地走 地随防走的前提就是这块地上 有房屋了没有 有了 有房屋之后再去设立抵押权 那接下来第二种情形叫一体处分 啥意思 假 在北京有一块建设用地使用权 这块建设用地还没有建房子 假 现在要建房子 因此用这块地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用这块地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OK 问题来了 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 有房子了没有 没有 在设立抵押权的时候还没有房子 现在问题来了 等他把房子建好 然后发现自己没钱还了 银行要把他的房屋和土地拍卖变卖来还债 这个时候假就说了 我是用土地来给你设立抵押权的 我是用建设用地使用权来给你设立抵押权的 如果你要卖 那你就卖地吧 你不能卖我的房子 可不可以 当然不能这么说 对不对 如果银行要卖 没办法就只能够把地和房屋 一体处分 就全部卖了 但是要注意 全部卖了之后 银行能够实行优先收场权 那有多少 只是对土地的价格享有优先收场权 对房屋的价格没有优先收场权 因此卖了之后进行评估 比如说卖了1200万 然后评估得出来800万是土地的价格 400万是房屋的价格 因此银行只在800万的范围内 800万的范围内享有优先购买权 明白意思吗 OK 不是优先 优先收场权 所以要注意 这里的房屋地走 地随房屋是有前提的 它的前提就是地上有房屋了没有 有了 而一体处分地上有房屋了没有 没有 这叫两个制度 注意下这两个制度 好 看一下法条 一体抵押 又叫反随地走 地随反走 无权法182条规定 以建筑抵押的该建筑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抵押 以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该土地上的建筑一并抵押 抵押人没有按照前款规定一并抵押 没有抵押的财产是为一并抵押 好 看一下第二 叫一体处分 无权法第200条规定 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 该土地上新增的建筑不属于抵押财产 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实现抵押权的时候 应当建土地上新增的建筑与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处分 但新增建筑所得知 加缓抵押权没有什么 优先受产权 OK 这个制度能理解吧 好 我们看一下关于第三个制度 叫动场抵押权 动场抵押权标题物包括生产设备原材料 半成品产品交通运输工具 那么要签订一个抵押合同抵押合同有效 告诉我动场抵押权何时设立 别一下子反应过来交付 动场抵押权什么时候设立 合同生效时设立对吧 需要交付吗 不需要 只有动场制权才需要交付 OK 千万别混淆了 动场抵押权在合同生效时就已经设立了 我用我的车来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我给银行签订一个抵押合同 抵押合同已经生效了 请告诉我抵押权设立没有 我还没来得及去车管所进行登记 告诉我设立没有 设立了 明白没有 OK 只要动场抵押权合同一生效 那就已经设立了 无需登记 只不过是未经登记 不得对抗善意的第三人 好 这是关于第二 第三 抵押权的顺位 好 先提醒大家 第三 抵押权的顺位 去年考试分析新增的内容 按照法条分析来复习 这是关于第三 第四 抵押权的实现 也按照法条分析来复习 这两个制度 当然 如果是法学的同学 你可以按照简答题 或者是论述题来学习 都没有问题 好 但是因为它是一个法条 是新增的一个法条 所以我要特别搞 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个法条 好 看一下抵押权顺位的 不权法199条 同一个财产 限两个以上的债权人抵押 同一财产 限两个人的债权抵押 变拍卖变卖 抵押权财产所得的价款 依照下列规则来确定 第一 抵押权已经登记了 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 已经登记的 那当然就是先登记的 优先于后登记的 如果顺位相同的顺序相同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场 如果是同一天登记的 那再按照债权比例清场 那第二 抵押权已经登记的 优先于未登记的 第三 抵押权未登记的 按照债权比例清场 好 这是物权法99条的规定 如果它给你出到物权法99条 让你分析这个法条的话 首先它第一问会问 这是规定的是什么制度 这个制度就是关于 抵押权的顺位 对吧 然后它会让你分析 抵押权的顺位如何 你必须要分开来论述 因为法条是没有分开 动场和不动场的 所以如果你要分析 就必须把它分开 为什么 不动场和动场 来分别来进行分析 好 我们看一下 关于同一不动场 好 请告诉我 不动场抵押权在什么时候设立 登记时设立 那你告诉我 不动场抵押权 有没有不登记的情况 有没有 没有 所以全部都是登记的 因此第一步就是先登记的 优先元后登记的 OK 这是第一步 如果同一天登记呢 一个在上午登记 一个在下午登记 是不是上午的优先 下午的列后 不是 为啥呢 你想一下 同一天登记你去防管局进行抵押权登记的时候 你告诉我防管局的登记步上 会不会写着 2013年3月1号上午9点 然后下午10点 有没有这样登记的 没有吗 对吧 OK 好 所以要注意 同一天登记的 那是顺位相同 按照什么 债权比例清场 OK 这是关于不动场 那接下来动场就不一样了 动场很有可能有登记的 也有未登记的 因此第一步是什么 已经登记的 优先员未登记的 第二步 如果都已经登记的 那么就先登记的 优先员后登记的 同一天登记 顺位相同 但问题来了 如果都没有登记 咋办 OK 听 我将我的汽车 我将我的汽车 抵押给贾同学 然后在3月1号设立抵押权 就合同生效 没有登记 然后又将这辆汽车 抵押给乙同学 3月8号签订 抵押合同 也没有登记 好 请告诉我 谁更优先 是不是3月1号的更优先 不是 很多人混淆了这一点 如果是动场 抵押权都没有登记的 这个时候 不管先后 顺位都是相同的 按照什么 债权比例清场 好 看一下这里 两个以上 未登记顺位相同 按债权比例清场 好 这是关于抵押权的顺位 过全法 199条的规定 很简单 但是要注意一下 靠法条分析体 那接下来 抵押权的实现 对于抵押权实现的条件 应当具备 第一 抵押权有效存在 债务人不履行到期照 第二 发生当事约定的 实现抵押权的情形 或者是法定情形 OK 这是关于实现的条件 那么接下来 抵押权实现的方式 比如说 我欠银行的钱 用我的房子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到期了 我还不了钱 请告诉我 银行可不可以 直接把我的房子拍卖 变卖了还债 可不可以 可以吗 可以直接把我的房子 拍卖变卖了还债吗 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你想一下 我将我的房屋 给银行设立一个抵押权 我是所有权人 银行是 抵押权人 银行还是再权人 我向银行借钱 对不对 好 房屋是我的 因此房产证 是谁的名字 房产证是杨硕的名字 对不对 好 但是我向银行借钱 房产证在谁的手上 银行的手上 好 请告诉我 现在到期 我还不了钱了 银行拿着房产证 可不可以把房子给卖了 别人拿着你的房产证 能不能把房子给卖了 他是你吗 不是 有你身份证吗 不是 没有你本人的确认 他卖不了 懂我意思吗 所以银行不能直接 把房子给拍卖 变卖了还债 首先第一步 必须要跟你先什么 协商 对吧 OK 好 协商可以 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如果协商不成 银行 可不可以把你的房子拍卖 变卖了还债 可不可以 协商不成 可不可以 仍然不可以 协商不成 银行也没办法 只能怎么办 起诉 由谁来拍卖变卖 法院 因为都协商不成了 我是所有成人 他是抵押成人 他拿着一个房产证 有啥用啊 他卖得了吗 卖不了 对不对 必须要我的同意才能卖 那我也不同意 他也不同意 双方协商不成 那只能由第三方 公权力机关介入 所以 法院 对吧 由法院来拍卖变卖 所以要注意一下 关于抵押权实现的步骤 OK 抵押权人可以和抵押人 协业也抵押财产 折价 或者是也拍卖变卖 抵押财产 所得的价款优先受传 协业损害其他债权利的 其他债权可以在知道 或者是应当知道 撤销事由 这一年内 请求法院撤销该协议 第二 抵押权人和抵押人 没有就抵押权实现方式达成协议 抵押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 拍卖变卖 抵押财产 请求谁 法院 一般来说 最好呢 就跟银行协商好 对不对 如果协商不好的话 法院拍卖变卖 你觉得法院拍卖变卖的财产 请不吝点赞订阅